三一八太阳花学运十周年 新唐人丹妮一同前进台湾的最高学府 台湾大学丹妮一同了解新世代的台湾大学生 对于太阳花学运的印象跟了解 就是有关于三一八太阳花学运 你还有印象吗 有点没印象 不知道 其实不太记得 有点印象 随机询问现今Z世代和阿法世代大学生 对于太阳花学运多数没什么印象 但有在关心政治的学生 仍然清楚太阳花学运 挡下了当时黑箱符帽协议 也表示会继续关注国会动态 反符帽 我觉得我认为对中国贸易好的法案 就是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不好的事 所以我应该会去支持 应该就是多少会去了解一下 回顾十年前三一八太阳花学运 爆发点就是2014年3月17日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国民党立委张庆忠 30秒通过符帽法案 进赴院会存查 引发民团连夜抗议 3月18日当天学生冲进立法院议场 3月19日警方三度攻坚 3月22日时任行政院长江仪化拒退服务 与学生对话破局 3月23日前总统马英九召开记者会 重申不退服务 3月23日晚间学生夜席行政院 3月24日警方以强力水柱六波强制驱离 学生见血 3月30日引发50万黑山军开到集结 4月6日时任立法院长王金平现身 承诺先立法再协商 直到4月10日学生退场 4月11日因不满警方驱离民团人士 千人路过中正一分局 时任分局长方养宁因而请辞 结束24天学运历程 太阳花学运转动时代巨轮 把台湾从轻中转向抗中 彻底改变台湾命运 历经三次总统大选及地方选举 包含第三势力政党崛起 加速摆脱对中依赖 反思当前台湾 面对2024新国贵 国民党多数及三党不过败 金门壮传案 中沛案甚嚣尘上 两岸议题仍是政治攻防焦点 但后太阳花世代 如何警惕面对中共的黑影床床 已经不只是台湾人的课题 也在国际地缘政治上 洞见观瞻 新唐人雅特电视 陈辉摩尼运祥 台湾台北采访报导